2023年12月10日,星期日,农历10月28,每日资讯简报,加拿大新闻 1. 多伦多市政府宣布购买位于Yonge Dandas Square附近的19层大楼,以应对无家可归者的需求。 在封锁期间,该大楼由市政府租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安全的室内空间,旨在提供额外的住宿空间。 2. 根据安大略省的污水信号测量,加拿大再次进入呼吸道疾病爆发期。 安省COVID-19病毒活动现在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卫生官员对即将到来的假期表达关切,可能面临挑战。 3. 约克大学发布数据显示,该校总招生人数中约有18%来自国际学生,而国内招生持续减少。 招生压力主要来自对中国和印度国际学生的过度依赖,以及23%的本科课程,只有20名或更少学生在读。 4. 根据安全城市指数测评标准,2023年全球最安全城市排行报告发布,多伦多从第二名下滑至第六名。 城市安全度引起关注,市民对此感到关切。 5. 新著名花卉展Flores D-Willes开始,今年的圣诞花卉展将在12月6日和12月10日进行。 Blue Yorkville社区的街道,以及一些门店前将展示30多个花卉造型,每个造型都独具匠心,为城市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中国新闻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称,未来10天将有较强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中东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预计12月10到11日,华北等地有望迎来局地暴雪,市民需做好防寒保暖准备。 2. 官方发布关于阶段性减免来华签证费的通知,自12月11日至明年底,来华签证费将按现行标准的75%收取。 此举旨旨在促进入境旅游、提振疫情下的旅游业。 3. 近年来,我国出生率持续下降,导致幼儿园关停潮。 统计显示,园内幼儿数自2021年开始负增长,一些原所面临异孩难求的困境。 4. 南昌一货车冲撞出殡队伍的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调查显示,货车超线超载超速,而送荡队伍站到烧纸形成烟雾,影响了行车视线,导致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5. 东莞发生一起悲剧,一名二岁儿童不慎掉进超市的面包搅拌机,最终身亡。 据知情人称,涉事儿童为超市店家的孩子,事发后相关区域已被封锁。 6. 青岛一小区发生保安迟到伤人致死案件,嫌疑人因不许骑车进小区而引发争执。 警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同时贵州洗水仪建材厂发生垮塌事故,造成6人不幸遇难,3人受伤。 7. 广州方村爆发金融茶涉爆雷事件,导致茶价从5万元跌至2千元。 据悉,茶商数量超过500人,案件涉及金额疑似超过5亿元。 8. 我国成功发布首款不锈钢火箭朱雀3号。 据悉,该火箭具备20次重复使用的能力,预计在2025年具备首飞能力,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9. 中国正式加入自然与人类高雄新联盟,共同致力于环境保护。 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预测,2024年全球升温可能首次突破1.5摄氏度。 国际新闻 1. 美国土安全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将三家中企列入实体清单。 中国驻美使馆回应称,美方的制裁基于谎言,坚决反对并将维护中企的合法权益。 2. 韩媒报道,日本政府宣布放弃对韩国慰安复案二审判决提出上诉。 日本官员回应称,日方无意回应首尔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也不打算上诉。 3. 外媒报道,沙特一王子或因F-15战机演习时坠毁身亡,终年62岁。 该王子曾任职于沙特情报机构GIP。 4. 美国公布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军费开支达近9000亿美元,可能再创纪录。 与此同时,美国应幼儿呼吸道和包病毒感染病例激增,疫苗供应紧张。 5. 外媒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及中东军事基地遭袭,其中7枚迫击炮弹落入使馆。 6. 美国防长回应表示,保留回击权力。 伊拉克前空军军官指出,袭击与美近期政策有关。 6. 美国否决联合国关于加沙停火的提案,多国表示失望和遗憾。 7. 与此同时,7名记者在袭击众遭到一死六伤,路透社等三大媒体要求以色列给出解释,美方表示将进行调查。 7.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7. 加拿大移民部长Mark Miller于周四宣布,加拿大将对计划在该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他们提供目前所需资金的两倍证明。 7. 米勒尔表示将设定签证上线,禁止运营不符合规定的教育机构。 7.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一些省份,存在一些只是生产文凭而非提供合法学生经历的学校,这是不可接受的。 7. 这一系列措施旨在防止国际学生受到不良学校的影响,确保他们能够负担在加拿大的生活费用。 7. 新规规定,从明年开始,留学生需要提供两万零六百三十五元的生活费证明,而不是过去二十年的一万元。 7. 此金额将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生活成本基准,每年进行调整。 7. 长期以来,批评者一直指责一些大学为外国学生提供的教育质量不高,同时却为他们提供了获得加拿大工作和最终移民签证的机会。 7. 随着国际学生数量的增加和住房短缺问题的共同存在,此举引起了广泛关注。 8. 媒体报道了学生在受剥削的工作中勉强维持生计的情况。 8. 米勒表示将住房危机归咎于国际学生是错误的,但在没有为他们提供住所等支持的情况下,邀请他们来加拿大学习也是错误的。 8. 他进一步表示,在实施签证上线之前,需要与各省进行更多对话。 8. 对于不与此计划合作的省份,他表示将采取直接减少签证数量的手段。 8. 与此同时,加拿大自由党还逐步取消国际学生无需就业签证即可在加拿大工作的政策。 8. 对于允许学生在加拿大每周工作多少小时的问题, 8. 米勒表示将制定明确的规定以确保稳定和公平,该新规引起了反对党的批评,称其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和混乱。 8. 反对党领袖强调,学生签证所需资金的增加以及最近的永久居留要求变化将使学生措手不及。 8. 在新闻稿中,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表示,他们正在考虑针对代表性不足的国际学生群体进行试点计划,以解决由于新的收入要求而无法在加拿大学习的问题。 2. 即将迎来的新一年,加拿大将实施一系列税收调整,主要涉及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和联邦就业保险EI,这将对雇员和雇主的实际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根据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CFIB的详细解读,截至2024年1月1日,EI保费率将从每100加元的雇员1.63加元上调至1.66加元,雇主的费率也从每100加元的2.28加元上升至2.32加元。 此外,雇员VI缴纳费用的收入上限MIE也将在2024年上升,从2023年的61500加元增至63200加元。 在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方面,CPP缴费的年度上限为5.95%,最大缴费金额为3867.50加元,相较于2023年的3754.45加元有所上升。 CPP下的最大养老金收入将从2023年的66600加元增至68500加元。 此外,2024年将实施第二个CPP上线,对68500加元至73200加元之间的中等收入雇员和雇主进行4%的缴费。 CFIB指出,这一系列变化将导致雇主每位雇员的工资税增加366加元。 同时,CPP和EI的雇主缴纳总额可能在明年达到每位员工5524加元。 对于企业而言,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雇主可能需要支付3到7种不同的工资税。 在这样的税收调整下,CFIB对联邦政府未能拒绝EI保费上涨表示失望,认为这将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企业主做出艰难的决策,例如重新审视工资和招聘计划。 削减支出或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在这一变革的背景下,企业将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面临更大的挑战。 总体而言,这一系列税收调整将在加拿大的经济体系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引发雇主和雇员对于财务计划的重新评估和调整。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